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,活在世上,不要想的太多,也不要要的太多,因为万事万物皆空明寂静,人心之常保持空明寂静,则如清水一样方能溶解更多的物质,也只有不断地把心清零,人才能自然而然达到一个快乐的境界,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,哪怕接近于完美的东西也有缺陷,既然如此,我们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? 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盛极而衰,曾国藩曾说,日中则则,月盈则亏,天有孤虚,地却东南,唯有长权而不缺者,这是奸礼,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不会变的,既然万事万物都在变化,也就自然产生了无常的规律,人活着就要知道,既然事事无常, 那又何苦执着于万事万物,都如自己所愿呢?平常人之所以时常在现实当中过得焦虑和痛苦,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,正如曾国藩所言,知足天地宽,贪得宇宙爱。 只有学会了满足,懂得了满足,我们才能一点一点取得进步,而不是老想着一口吃成胖子,任何事物都有物极必反的规律,倘若贪得无厌,必然会走向宇宙狭隘的困境当中。 这世间从来不存在完美之事,所以你要懂得满足,知道知足,才能感受到天地宽广的顺意。 明朝有个学者,名叫胡九韶,他在村里一边教书,一边耕作,即便日子过得勉强温饱,但始终感到知足。 人生的历程 人生的历程 总是起起伏伏的,有高峰就有低谷,处于高峰时,不自傲,不炫耀,才能在低谷时随处而安,不焦虑,不迷茫,人生在高处时是一种活法,同样,生活跌入低谷时也是一种活法,懂得知足,知道了凡事都有一个过程,心就豁达了,开朗了,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天高海阔,淡泊达世,别什么都藏进心里。 别和生活过不去,也别和自己过不去,成年人的生活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,工作忙不完,委屈说不出。 可是在人前,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,把苦楚咽下。 枪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,谁都不是铁打的。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像孩子一般想哭就哭,想闹就闹,但还是可以把心里的苦说一说,把身上的压力发泄发泄,只要可以不让自己那么累,哪怕只有一点点。 也值得你述说,生命远里,三十多岁的孔旭让无数人心疼,家中上有四老,下有一小,生活本就拮据。 刚过完年,母亲和丈母娘又相继住院,突然间一个电话,老爷没了,才刚过一个礼拜,父亲又病了。 面对已经做过两次心血管手术的父亲,孔旭被告知,那是一场可能回来,也可能回不来的手术。 病房里,他对F父亲笑,照顾着所有人的情绪,面对记者的镜头,那个坚强的男人再也无法忍耐,他眼面抽气,大滴的眼泪落在饭里,饭吃完了,苦到干净了。 虽然明知未来依旧很难,但孙旭说,哭一场真的很轻松。 成年人在面对糟糕的生活时,往往会采用自我消化的方式,静音,更不会打扰到别人。 有人称这种方法叫成熟,也正是因为成熟的压力,让我们总觉得自己刻意承受一切,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在逞强躺着,经常一个人黯然神伤,还要对自己说一声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 可是,只有你自己知道,这种滋味有多苦,有多难,生而为人,何必要去为难自己? 那些你所没有察觉到的情绪和压力,正在一点点地消耗你的精力,掏空你的思绪。 所以,我们总要学会循序渐进地释放压力,千万不要忽略小的不安。 它们累积起来,也会把精神压垮,放下,让生活更顺,放下,说来容易。 但做起来,太难,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说道,当你握紧双手,里面什么也没有,当你打开双手,世界就在你手中。 名利,工作,爱情,乃至你得不到的一切一切。 没有什么是真的放不下的,之所以会放不下,只不过是你的执念在作怪,事事无常,想要的太多,得不到的,苦苦追寻,已失去的,念念不忘,但心里装的太多,哪里还能容得下美好? 有一个整日愁眉苦脸,郁郁寡欢的年轻人,便去寺庙里请教大师,大师说,忘掉。 年轻人不解,请教他,那我到底该如何去做? 于是,大师给了他一袋沙子,让他将沙子放在自己家门前,把心里放不下的事情,全都写在沙子上面,回到家后,他参照大师的指示,将过往发生得一桩桩。 一件件放不下的心事,写在了沙子上,果然,只要雨水一打,大风一吹,那些字就会不见了,久而久之,欲结在他心里的重担。 也随之消失,他也变得快乐起来,之前很喜欢的一句话是,一段路,如果走了很久,依然看不到希望,那就换个方向吧。 一件事,如果想了很久,还是纠结于心,那就选择放下吧。 心中有枷锁,才会有所负累,打破它,生活必定重见光明,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,都不要自己为难自己,最好的态度就是放下,学会一笑置之。 超然代之,毕竟,每一个人都是一边拥有,一边失去,一边选择,一边放弃,别以为苛求完美。 有位心理咨询师,曾接待过一名全职妈妈。 这位妈妈面如菜色,眼里写满疲惫,在咨询过程中,她提到最多的一句话,就是,我觉得自己太糟糕了。 原来,作为全职妈妈的她,对自己要求颇高,早晚都得打扫一次卫生,花园每日都要除草浇水,一旦她看见地上有一根头发,或花盆里有几株杂草,她就忍不住叹气。 所以,当咨询师建议她要适当放过自己时,她马上反驳,这是我的职责呀,我必须做到最好。 所有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的想法大多如此。 每一次跟自己较教的背后,都藏着对完美的追求,可他们不明白,完美是不存在的。 国学大师纪献林也曾说过,百分之百完美的人生是没有的,不完美才是人生。 很多时候,允许自己不完美,人生才会柳暗花明。 台湾商业周刊的创始人金维纯,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 商业周刊在创办的前六年都处于亏损状态,原因是她太跟自己较真了,当时的金维纯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,她不允许自己犯错,更不允许自己不懂不行不会出现问题时。 她从不请教专家,而是独自琢磨,一日,有位好友打趣她,承认自己不行又不丢人,这句话让她醍醐灌顶。 自那日起,金维纯开始四处虚心请教,商业周刊终于扭亏为盈,并创下了销量胜过娱乐杂志的奇迹。 若问成功到底有什么秘诀,我想就是不必追求完美,要允许自己失败。 因为那些过于追求完美的人,总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尽人意,对自己的一次次苛求,最终会变成一个个过不去的心结。 而这些心结,往往就是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,所以,我们要让能过去的都过去。 这才是真正的自读,心简单,生活就简单,世上本无事,用人自扰之。 要知道,人生最大的财富,不是物质上的拥有,而是精神上富足,只有放下眼前对物质追求的执着,看胆所有。 那么烦恼就会越来越少,快乐幸福就会日益增多,所以,只有心简单了,世界才能简单,所见之景,仅仅皆是幸福。 只有心自在了,人生才能自在,所到之处,处处都是快乐。 于又任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,饱经沧桑,但却得享高寿,仪式安泰。 后人谈起他的高寿养生之道,总离不开他悬挂在客厅里的那幅对联。 上连是,不思八九,下连是,常想一二,横批,如意,人生不如意之事,识之八九,可笑对人言的,不过一二,而若想生活幸福,便要学会少想那八九,多思那一二。 冰心曾说过,如果你的心简单,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 人往往最控制不住的,就是自己的思绪,而那些让你痛苦的,往往就是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。 说白了,我们所有的烦恼纠结,皆是因为把简单的事看复杂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。 点赞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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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订阅